如果回到870年前的金中都,金朝皇帝会去哪儿打卡呢? Top 10 卢沟桥 卢沟桥建成于金大,200余米的11孔桥跨越永定河,这也是北京最古老的石桥。 Top 9 北海公园 北海公园从金朝就开始修建了,金朝皇帝搬来了北宋汴梁城的太湖石。 修筑了一池三山,穷岛仙境。 Top 8 法园寺 实践于唐代的法园寺就在金中都城内,您肯定想不到这里曾经是金朝的女真科举考场。 Top 7 南海子 南海子在金朝的时候是皇家渔猎的行宫御苑。 金朝皇帝带队,放飞海东青,骑马打猎,好不惬意。 Top 6 水关遗址 这是金中都南城墙上的水关遗址,主河道从这里出城。 这是全国目前发现的都城水关中最大的,也是保存最完整的。 曾经入选了1990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。 Top 5 大绝寺 金章宗可能没见过大绝寺盛开的玉兰花,但他肯定见过大绝寺的蝉蝉水流。 相传,金章宗在西山有八座行宫,大绝寺当时叫清水院。 Top 4 莲花池 莲花池曾经是金中都的尊药水平地。 当年修建西克战,差点占用莲花池,是侯仁之先生力童保住了它,保住了北京建都时重要的记忆。 Top 3 银山塔林 银山塔林里有五座金代佛塔,金代多位国师安葬在佛塔之下。 这里造型多样的古塔,也是研究中国古代佛教和专实建筑的宝贵遗产。 Top 2 立泽商务区 今天的立泽商务区曾经就是金中都立泽门的所在地。 考古研究者在附近还发现了金中都城墙的遗址和兵营。 未来这里将建成金中都城遗址公园。 Top 1 金中都纪念雀 北京建都纪念雀就在西南二环路旁。 1990年西乡工程考古,发现铜座龙等重要文物。 这里曾经是金中都宫殿区,相当于明清北京的紫禁城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